-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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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這牛奶瓶裝超可愛的 日本人都路過都說 喔~~可愛!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 這個等了三年 已經重建完畢的清水寰 好像是大立寺才舉得起來 好esar Scale 去舉 因為很重 那還是怎麼舉起來 前方懸空的是有139根的大木頭 沒有使用一根釘子建造的清水舞台 要這樣爬而.. 大家早 今天呢我們要來入京都了 要去京都 約定妒 大家一定都會去的 清水室 今天我們要穿和服對不對 對 和了三年 清水室終於整修完畢 今天呢 我們會走一趟比較完整的清水室 一日有給大家參考 真的是全部用走的 就是真的一直走 走到我受不了才會把和服換掉 天啊 我現在已經受不了 我全身像被人家打鼓一樣 我也是 全身像被車子捏到一樣 那交通方式呢 我們是坐計程車到大阪站 然後直接從大阪站坐JR 直接直達京都 然後我們會先去Check in 把行李都先放好 那我們就先出發 I've been waiting for something new I have 走 我們現在進車站 他們計程車的支付方式好多喔 對啊 越來越方便耶 對啊 而且這一趟來都發現說 你用的那個方式都可以付耶 對 那個QPay比Apple Pay還方便 那像剛剛那個計程車我講Quick Pay 他聽不懂 他要講什麼 我就講Card Card就是信用卡的意思 他就說在後面 我們到飯店前面的JR站了 這個就是JR 我們剛才是從那裡出來的 那我們的飯店就在那個方向 我們就先過去Check in 放行李吧 我們現在要坐公車去清水市那裡吃早餐喝咖啡 今天早餐吃這個很可愛的巧克力豬排三明治 一個原本要拿鐵不知道為什麼變美式的東西 這一間和服啊 它就是也可以講中文 他們家的和服款式沒有到巨多 但是它的質感非常的好 然後也是有各種款式 那這一次我選擇的是防問卓 12100日幣啦 頭髮的話也有1210元日幣 滿深的就是 1500 最基本的 我這個衣服它是有配這個包包 我選一個比較素面一點的 雨傘的話是額外的 好像550 就男便宜的就100多塊台幣而已 對啊 如果你喜歡拍照的話你可以啦 這一間 如果你衣服弄髒的話 就是要付清潔費那些 對 它每一個款項到 自己的清潔費或者是修補費用 那你再付一個人550塊呢 就是保險 就不用付錢 550塊是日幣 然後礙於我吃飯都跟在餵雞一樣 對 所以我就想說我就是要付 反正你是一定會要清潔費的 不好說 上次我就穿得很好 上次我沒有在吃什麼東西 上次我們都站著吃 對啊 啊這次時間很久呢 嗯 欸 這間也不錯欸 推薦給大家這間也不錯 它衣服款式也很典牙 然後很好看 欸 不錯欸 欸 這間好看欸 我們現在來去淋咖啡 出發 好醜 我好醜 不會黏口 肉髮我不喜歡 衣服喜歡 總是有一好沒兩好 上次頭髮喜歡 衣服不喜歡 就是衣服喜歡 頭髮不喜歡 這家咖啡廳 蠻厲害的 還蠻多人在裡面 它其實是日本人在香港創立的品牌 原來是這樣子 對 喝喝看 好喝嗎 它咖啡超濃 看起來超濃 不是拿鐵嗎 你是拿鐵啊 很濃但很順喔 好喝欸 這家推 像我們喝完這家咖啡了 那我們就先搶一下一家喝咖啡 這樣每次老闆都問我們說 只有一杯嗎 我要喝片不一樣的咖啡啊 最多一杯 走 今天晚上走得很漂亮耶 怎麼有個可愛的妹妹撐傘的 可愛的妹妹頭髮超亂的 那怎麼辦 為什麼給我弄這髮型 這個日冬糖呢 它是一家文中卷物店 他們家的咖啡是IG上的達卡美食 因為咖啡是用牛奶瓶裝的 超可愛 就在那裡 他們的咖啡是用低肉絲咖啡 加三葉草木藏的牛奶 應該也不錯喝 這牛奶瓶裝超可愛的 日本人都路過就說 好可愛 好可愛 好喝嗎 我覺得剛剛那家比較好喝 好喔 你喝喝 是不是剛剛那家比較好喝 對 我覺得我這家有點喝不太出來 可能是剛剛那家咖啡太濃 我像整個嘴巴都是它的味道 我覺得那一間的咖啡比較香 然後奶也比較滑順 這一杯的話 雖然也是濃 但是喝起來算是比較清爽的 現在我們已經到清水市了 我們穿著河服呢 我覺得這條路感覺特別的遙遠 非常難走 因為穿著襪子 然後木雞又是滑的 圍路上一直滑一直滑 超難走的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拍整套河服的 可以穿自己的鞋子 對 但只是會看起來像似不像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這個等了三年 已經重建完畢的清水市 這是大家來京都一定會來的景點 剛剛我們經過那個好像就是它的山門 也就是它的大門 就是現在這個 它是1469年就被燒毀 1500年後重建的 所以它也至少有500年的歷史 清水市啊 它有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寺院主要供奉的是那個牽手觀音 它裡面蠻大的有13萬平方公尺 就是除了祖院那裡 它其實它周圍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所以我們這一次會去看幾個比較人氣的景點 就是大家都會去的地方 這裡還會有清水市特有的櫻花鈴鐺 我們就買一個吧 嗯 然後我們可以走了 還可以走了喔 對對對 欸不是啊 走了才比較不好吧 因為現在這裡很涼耶 你看我頭髮在那邊吹都沒有太陽 好了 進來了以後這個是清水市的三重塔 我們要往本堂就是往那邊走 哇 這裡也好漂亮喔 這裡是買票的地方 成人400塊 小孩200塊 買完票以後它就會給你門票 走吧 你不要跌進去 這是前程 好冰喔 好舒服喔 很舒服喔 對啊 欸這裡開鍋鏡好漂亮喔 國保本堂到了 這裡是一個排隊不知道排什麼的 喔 好像要舉起來 好像是大力士才舉得起來 好啦 你去舉 因為很重 這隻手要舉起來 在這個呢 欸可以 我買了兩個它的櫻花開運鈴鐺 然後去讓它吸收那個香爐的精華 剛剛香爐那裡就是清水市的正殿 就是供奉牽手觀音的地方 整座清水市啊 它在櫻花祭跟楓月祭都非常的漂亮 也是旅遊的旺季 然後我一直很期待的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我覺得這地方還蠻好玩的 就是地主神社 可是沒想到去 原來閉原中 它現在在修建 所以進不去 那它呢就是祈求戀愛的 它裡面有兩顆戀愛占卜石 兩顆的距離好像是10公尺 你只要閉著眼睛從這一顆走到另外一顆 聽說戀愛的願望就會成真 聽起來沒有很難啊 我好像有走過耶 好像很難 那怎麼辦 那時候你還沒遇到我嗎 大概是吧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現在前方看到的就是清水舞台 它這個正殿啊 前方懸空的是有139根的大木頭 沒有使用一根釘子建造的清水舞台 這麼厲害 然後這個舞台它是1633年重建的 它從下面到上面大概有四層樓高 也是拍楓葉的絕佳視野 非常的漂亮 然後從這裡看過去呢 也可以看到京都塔 我們再往另外一個角度過去看 看得更清楚 就是這個看台 大家都在這裡拍 這裡很美你看 這裡看過去 嗯 這是它的地圖 我們現在在這裡 走吧 所以要去哪 按照那邊的走下去可能是個瀑布吧 現在腳趾有點痛 接下來就是瀑布了 這裡可以吃東西 但是我沒有打算在這裡吃 坐在這裡吃很有日本的感覺 餐點就是賣這樣 簡單的蕎麥麵烏龍麵 啊對啦 那個泉水就在那 沒想到這個山泉水也這麼多人在排隊 這個叫做英語瀑布 它是清水市創建的由來 它的泉水有鹽名水和黃金水之稱 是被列為日本池大名水之首喔 它這個瀑布有三道是長壽健康跟智慧這三道 然後你只能選擇其中一道的泉水喝 你只能選一個喝喔 而且要一口氣喝完 願望才會實現 那我們現在就離開這個清水市啦 嗯 現在人潮好多喔 今天感覺是一個畢業旅行 因為學生滿多的都是學生 那日文的版的意思是斜坡喔 這裡有一年版 二年版 三年版 所以這裡的斜坡非常的多喔 還有什麼清水版啊之類的 這裡的商店街都充滿了虎都的氛圍 沒錯 這裡有一個三年版 也叫做產寧版 如果你在這裡跌倒啊 三年內就會有大難 真的假的 真的 對 那個產寧版啊也叫做三年版 就是你跌倒以後 三年內會有壞事情發生 所以大家在這裡走路要小心 那我們穿著這個木裙在走 根本就要找死嗎 有這種事 就慢慢走囉 我也很害怕 這一家我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我就看到這個外國人拿著大便兵 然後就想說造型很可愛 就進來吃了 這冰好紮實喔 真的喔 然後抹茶味呢 還好 怎麼辦 比我想像中的不抹耶 不抹 對 但是好吃的 啊真的很紮實 很硬 就跟一般的冰吃起來不大一樣 嗯 但是不錯吃 吃到最下面發現裡面還有栗子 一整顆的栗子那一種 你看五百塊不貴耶 其實蠻好吃的 只是沒那麼抹 我們現在進來這個北山茶之國 聽說他們的東西在機場買不到 真的假的 嗯 只有在大景點才有 嗯 他們並買的是茶之國 就是魚子抹茶餅乾加抹茶白巧克力 它是京都限定 所以你要吃的話就是只能來京都買 那就買這個三個的 它裡頭很精緻 最後我們打算買這麼多 原本只有最右邊這一個 最後我們全部都要買 因為你也害怕在其他地方買不到 這就是史努比店 它好像在景市場也有 所以看你要不要吃都可以 那我現在覺得還好 抹茶名店來了 那你要哪一支 這冰棒是他們的招牌 買它 草莓口味 它好大一支喔 它草莓做得很立體很多 它莓果好多喔 它裡面是抹茶 真的耶 它整支是抹茶冰 有一半是草莓巧克力的外表 我覺得裡面抹茶還不錯 現在這裡就是茶凝板 也就是三年板了 我覺得這裡比靠近清水市那裡 沒那麼的觀光 對 人比較少一點 嗯 每次出門 我們兩個都很辛苦 你看起來辛苦 其實我也很辛苦 辛苦我的腳腳了 二年板就是這裡 這裡下去就是二年板 這裡是一個很好拍到八板之塔的地方 它就是在玉果子草堂這裡 它算是一個飲藏的經典 你站在這裡呢 可以跟那個八板之塔合照 這是請不要下午的時候 因為現在大背光 好 那我們前往下一個地方 我們來到的是金剛寺 它也叫手指神社 其實很多日本人也會來這裡拍照 你看看一堆日本妹妹 這個八板庚森堂 是日本的三庚森之一 主要供奉本尊青面金剛 然後這裡可以許願 但是只能許一個願望 只能許一個願望 就是不能貪心 那我賺100元台幣 好喔 許願侯侯在櫃檯買一個五百塊日幣 你要許嗎 可以許啊 我們就許啊 那就寫下你的願望姓名 還有今天的日期再掛起來就好了 許願侯就是小神社的上面那個彩球 它還蠻繽紛的很可愛 我們等一下去許願 它除了這裡可以拍以外啊 它這裡還有兩面的願侯可以拍 這裡是最好拍的 也不會被陽光的光線給影響 寫下願望 好 可以寫40萬嗎 不行 因為15都覺得有點難 那怎麼辦 寫完就找個空位把它掛起來 你是覺得理神明越近越好是不是 我們就掛在門前 有緣的人就會看到這一顆球 有緣的人拜託不要把它拆掉 我們就放在這裡 大家齁有看到齁 幫忙訂閱一些 對 看起來有點丟臉 有夠丟臉的啦 現在我們就要先去把和服換下來 再繼續其他景點看看 換完和服我們就來這個景點 結果就在我們和服的旁邊而已 找不到就穿的和服來了 走囉 這裡五點半就會關 大家要注意一下時間 我們這一站來到安景金比羅宮 要這樣拔喔 天啊 等一下原來它洞這麼小喔 我都不知道耶 還要這樣回來啊 可是它這裡人很多 雖然祈福方式比較特別一點 但人很多 生意很好 可能真的很靈驗 它這一塊其實是 展二元節兩元的 圓切圓結石碑 這裡有自古以來就是斬斷失誤的祈願所 可以斬斷所有的二元疾病和獨國 那我們要斬一下喔 他說如果是良元節式的夫妻會請你一起拜 不會斬斷兩個人的緣分 會加強彼此的緣分 那我們兩個要不要斬一下 你是說斬我們兩個之間的緣分還是斬我們 你那麼想斬就斬 我不要 我說要斬二元 你一直扯我們兩個 你這樣好像大堆鳥 那怎麼辦 我跟你講連外國人都在祈願 他說先到本店參拜 然後將一百塊投入賽前箱 拿取放置在左邊的行帶 寫下想要祈求的願望 好我們寫完願望了 跟剛剛的願望一樣 他的鑽法就是從這裡排隊 從這裡鑽進去 然後再鑽出來就可以了 他在排隊 真是辛苦 Tara這麼大一隻還要鑽這個洞 好辛苦喔 也許辛苦了 往這邊走是高台寺 這一條路啊 他叫寧寧之道 因為他就是位在封城秀吉的妻子 寧寧修建的高台寺前面 所以叫寧寧之道 我覺得這裡還滿好拍很漂亮耶 非常日式 他左邊就是那個老式建築 右邊就是全部都是綠葉跟樹木這樣 這裡有機會拍到那個 異計跟人力車夫 這個路口啊 是石餅小路 他這裡主要是餐廳跟旅館 是不可以拍照的喔 路邊都有寫那個 不能拍照也不可以吃東西 要安靜 我覺得下午的京都很愜意很舒服 比套中島的時候漂亮 這裡跟畫一樣耶 這裡有10階的就是二年版啦 二年版也非常的漂亮 2年版也非常的漂亮 非常像個Starbucks 來進去喝一下 我們買了一個只有京都才有的小可愛 買 來到二年版 我們就看到這家全世界唯一的榻榻米星巴克 所以就進來了 他這個建築物啊 是版人的雙層木造古民宅 非常的特別耶 古色古香 真的是榻榻米的座位喔 然後缺點就是走進來有叫臭味 我們點了一個阿福奇朵的新冰熱湯 然後還買了一個巧克力的濕湯 上面都看得到巧克力塊 我們現在就先吃東西吧 現在來到了八板神社 但因為我們沒有時間 而且一整天都沒有吃鹹食 要去吃正餐了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把它列入你的清水式行程 扯到不行啦 第三家鹹食沒開 我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耶 他說如果這一家再沒開 就要去吃麥當勞 沒開 真的沒開 有開燈籠會是亮的 所以你要實現你剛剛說的願望了嗎 這個太快了吧 真的很誇張耶 今天沒沒興趣喔 又不是興趣 晚上的花劍小路長這樣 遊客也很多 因為大家都在這裡吃飯 結果繞了一圈 我們又回到了八板神社 這是它的西樓門 晚上很漂亮 它這個神社是24小時的 所以現在還是有很多遊客 那我們半夜再來 我在房間等你 在要去京都塔的路途上 發現了這一家米飯店 然後查一下評價 出乎意料的好 真的是路邊找 才是有好吃的感覺 我特地要找的都沒開 今天連續鋪空三次 真的很厲害 我現在不知道我在吃哪一間 因為裡面很多阿多阿 裡面很多人 我們也是阿多阿這一種 我們也是阿多阿這一種 然後跟他要了兩杯水以後 來了這個小菜 這是我們點的八罐特選壽司 我吃我敢吃的 其他都是他的 有海膽、玉子燒、鰻魚、蝦子、鮪魚 跟透抽之類的吧 它這個很厚耶 蠻厚的 我覺得還OK啦 但它食材都蠻新鮮的 那米飯是粒粒分明 然後吃起來黏一點 肉很滑嫩 所以是OK的 好吃 這是我們點的雞肉 碗燒 是醬燒口味 然後就是炸唐陽雞 我來吃吃看 這雞肉我就知道怎麼吃了 這個是有蔥的 很嫩耶 而且不會很鹹 口味剛剛好 炸唐陽雞 外脆內嫩好吃耶 不會油 它門票長這樣 後面那個長滿綠豆鹽的是它的吉祥物 長得跟一模一樣 我們現在吃飽飯8點速速趕來 它最後進場時間是8點半 上來11樓買票可以刷信用卡 我們在1樓買呢就附現了 來到11樓呢還是要坐電梯 可以買一支這個吉祥物嗎 它這裡不大 可是它的夜景也滿漂亮的 我覺得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上面的那個燈光 藍藍的看起來特別有夜景的感覺 你現在背面看起來 超像在太空艙裡面的 是一整圈藍藍的燈光 加上外面紅色的那個建築物啊 看起來其實還滿有科技感的 那京都塔 它是京都的第一高樓 它在京都特站的旁邊 交通非常的方便 也是京都的著名地標 試試看京都夜景的好地方 它的高呢是131公尺 那寬呢 我不知道我等一下去量 它大概15層樓的高度 那它的塔身呢 一樣會因季節做出不同的變化 所以燈光也是會不一樣的啦 四大五樓呢是展望台 有免費提供望遠鏡 居然有展望台提供免費望遠鏡 不用錢 那去看看 這有望遠鏡可以看喔 欸真的欸真的欸 是免費的所以大家請善用 我是看到對面大樓裡面人在幹嘛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看得到對面 而且很遠 很清楚真的很清楚 而且我還看得到有沒有人床紅燈 從五樓下來以後啊 這也是四樓 一樣就是可以欣賞景色 它五樓的缺點啊 就是真的太暗了 裡面都看不到什麼東西 然後太藍了 對 有一些照景你看不太到 就像是那個神社 吉祥物的神社看不太清楚 太暗了 所以就沒有錄給大家看 反正只要知道吉祥物很可愛就好了 欸這是吉祥物 我還是要去買的 我不要再用抓的 因為抓不到 欸很可愛欸 我會買的啊 加賀雅 我抓不到我不是更賀雅 那我們就下樓去三樓 這麼快 它其實很小 接下來它就是到一樓紀念品店 這是伴手禮 對 你的頭好大 看完夜景下來一樓以後 它這裡就是它的紀念品區 就是這些可愛的小東西 欸好可愛喔 但是我跟我欸 那看起來好像我喔 那我把它帶回家 它會對我很好喔 我也會對你很好啊 我一直都對你很好 欸轉蛋欸 結果我買了這隻東西 我覺得它有點大聲 它覺得不會 可是我床上已經一堆這種東西了 結果這綠豆已經跟我回家了 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 你真的長得很好笑 我們都喜歡好笑的東西 所以它才喜歡我吧 好了我們現在來一樓了 剛剛遇到來自成都的先生 來就請問他 因為我都太開心了 對 這一次的日本旅程呢 遇到了好多的台灣人 還有不同國家的人 遇到非常多粉絲啊 對 就覺得有點驚訝 對 我在台灣都沒有這樣被認出來 對 我在台灣都沒有這樣被認出來 來這一趟呢 就拼命的被認出來 從一下飛機就開始了 哈哈哈哈 謝謝大家 好像每一天都被認出來 對 啊我今天長得太潦草 不然大家都是先認出我 然後今天是都認出頭 謝謝大家 那現在我們來到一樓 要來逛它的伴手禮 再不趕快逛呢 它就要關門了 對 它絕對就關了 走吧 我們看到這一家布丁 看起來還不錯 而且它有多種口味 我們買了應該是四元味 這一個 這個就是在清水市看到的茶之果 在京都車站這裡也有賣 那這人很少 因為這裡買就好啦 對啊 還在清水市那裡排的鑰匙 而且這裡又大 而且它還有這一間車站才有的冰淇淋喔 我們下次來吃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回Hotel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房間了 這一間呢 我們是住星期二到星期三一個晚上 總共是1770幾元 台幣 更便宜 它離京都車站很近 你只要坐一站就到了 然後從車站走到這間Hotel 大概有兩分鐘 然後Hotel樓下就有一家超商和星巴克 這家滿厲害的耶 而且整個裝潢我覺得很漂亮 它燈光也很亮 它有提供綠瓜式咖啡 其他就是正常的茶包 我覺得很棒耶 房間很大 而且我進來的時候感覺很舒適 而且它的床超大 它是有兩張單人床合併在一起的 所以非常的舒適 舒適 你知道我要講什麼喔 然後你後面那裡就有電視 松泥耶 然後給你兩瓶這個水 但是我們實在太渴了 所以我們就一人喝一瓶了 我覺得它的浴室不錯 我們去看一下浴室 這麼便宜 居然浴室這麼厲害 1700耶 它的浴室呢 除了就是黏字馬桶 然後這邊呢就是有 牙刷牙光那些冠型用品 比較特別的是它有泡澡鹽 還一人一個 然後裡面我們覺得更棒 它的浴室很厲害 它的左邊是浴缸 右邊是淋浴區 還蠻方便的 走廊大概是長這樣 我覺得這間CP值真的蠻高的 讚 這種房間呢 我們可以來講一下今天的感覺了 今天我覺得整個行程的話 主要都是穿和服 然後在遊走清水寺附近的所有景點 我覺得清水寺其實是一個很舒服的景點 感覺它非常的清淨大自然 就很難想像一個寺廟 然後那麼清淨大自然 然後就在都市的旁邊 但是因為不是楓葉季所以你會覺得很舒服 楓葉季就是都是人這樣 你不是去看風景 你是去看人頭的 而且你可以在那裡悠閒的晃 一整天都沒有問題的 其實它附近有很多點 因為我們要穿著和服 然後又要跑各個景點 其實是比較難的 但如果你是穿著輕便的服裝 就是正常的服裝的話 其實我覺得應該蠻多景點都跑得到的 如果你想要好好的暢游清水寺 不建議穿和服 但如果你想要享受古都的氛圍的話 可以穿和服 京都塔小小的 所以我覺得 你不用花太多時間 半個小時在那裡就可以了 它那個塔很小 我們上去整體這樣逛下來 大概花10分鐘左右 對啊 而且它吉祥物超可愛的 全世界大概只有你在買這個吧 剛剛洗完澡才想到忘記講 那今天呢 一樣我們會送給一位粉絲小禮物 就是大家在我們底下留言 就是你今天最喜歡哪一個地點 然後我們有碰到的都可以殺吧 就送清水寺的櫻花開運鈴鐺 小小心意謝謝大家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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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